第33集 汉纪武 汉高后元年 贾尹 公元前187年 冬季 高太后吕志在朝义时 提出准备册封几位吕氏外妻为诸侯王 征询右丞相王陵的意见 王陵回答说 高帝曾与秦臣杀白马引血盟事 假若有不是姓刘的人称王 天下的臣民共同消灭他 现在分封吕氏为王 不符合白马之盟所约 太后很不高兴 又问左丞相陈平 太尉周伯 二人回答说 高帝统一天下 分封刘氏子弟为王 现在太后临朝管理国家 分封几位吕氏为王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太后听了很高兴 朝议结束后 王陵责备陈平周伯说 当初与高皇帝 当初与皇上当面建祖太后 我二人确实不如您 可将来安定国家 确保高祖子孙的刘氏天下 您却不如我二人 王陵无言以对 十一月 甲子太后名声王陵为皇帝的太傅 实际上剥夺了他原任右丞相的实权 王陵于是称病被免职归家 太后升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 任命辟阳侯沈义基为左丞相 但不执行左丞相的职权 只负责管理宫廷事务 同郎中令一般 但沈义基早就得太后宠幸 宫庆大臣都要通过沈义基裁决正事 太后对赵饶当年为高祖舍谋保全赵王刘如意之事 一直是耿耿于怀 便借故罗之罪名罢免了他御史大夫的官职 上党郡的郡守仁敖曾做过沛宪的御礼 对太后有恩德 太后就任用仁敖为御史大夫 太后追尊其去世的父亲临四侯吕公为宣王 追尊其兄周吕令武侯吕则为道武王 打算以此作为分封吕氏为王的开端 春季正月 太后下令废下令废除三族罪和妖言令 夏季四月 太后的女儿鲁元公主去世 封公主之子张衍为鲁元王 议定公主的嗜号为鲁元太后 新卯 二十八日 太后进封号称是孝会帝之子的刘山为湘城侯 刘朝为旨侯 刘武为胡关侯 太后图谋分封吕氏为王 为了安抚刘氏宗氏 就先立号称是孝会帝之子的刘强为淮阳王 刘步怡为横山王 又指使宦官大业者张氏 为婉巧妙的向大臣们说明 太后分封吕氏为王的本意 于是大臣们识趣的奏请太后 立道武王吕则的长子 立侯吕台为吕王 把属于齐国的济南郡割出来 另立为吕国 五月 秉山初四 赵王宫中的从台发生了火灾 秋天 桃树礼树都不合时令的开了花 二月 公元前186年 冬季 十一月 吕素王吕台去世 春季 正月 以卯 二十七日 发生大地震 枪道 五都道 山体崩裂 夏季 五月秉申 初九 太后封楚元王之子刘颖克为上批后 封齐道慧王之子刘章为朱须后 令二人入宫 令二人入宫担任侍卫 并把吕禄的女儿嫁给刘章为妻 六月 秉须慧 三十日出现日食 秋季 七月 恒山哀王刘步怡去世 朝廷下令 发行八诸前 鬼丑 二十七日 太后晋风 原香城侯刘山为横山王 并为她改名 刘义 三年 秉晨 公元前一百八十五年 夏季 长江汗水 泛滥成灾 淹没了四千多户人家 秋季 星星在白昼出现 以水落水泛滥 冲毁了一千六百多户人家的房屋 乳水泛滥 冲毁了八百多户人家的房屋 四年 丁四 公元前一百八十四年 秋季 二月 鬼魏初七 太后锋利 号称为孝慧帝之子的刘太 为昌平侯 夏季 四月 秉身二十一日 太后锋利 他的妹妹吕 为林光侯 少帝渐渐长大 自知并非慧帝张皇后的儿子 就发牢骚说 皇后怎么能杀了我的生身之母 而冒充我的母亲 我成人之后就要复仇 太后得知 就把少帝幽进于后宫的永相中宣称少帝患病 任何人不得与少帝相见 太后告诉群臣说 如今皇帝长期患病不遇 精神失常 不能继承皇统治理天下了 应该另立皇帝 群臣都顿手回答 皇太后的旨意 皇太后的旨意是为天下百姓着想 对于安宗庙保国家必定产生深远影响 群臣顿手奉照 于是就废掉少帝并暗中杀死 五月秉晨十一日 太后立恒山王刘毅为皇帝 改名为刘洪 由于太后称致治理天下 所以新皇帝即位不称元年 太后立旨侯刘朝为恒山王 这一年 太后任命平阳侯曹为御史大夫 有关官员奏请太后 禁止南越国的官室中的铁器输出 南越王赵陀说 高帝立我为王 使劫往来贸易不断 现在高后听信谗言 视我南越为蛮蚁之族 禁绝物品贸易交流 这一定是长沙王的计谋 他想依仗朝廷的势力 击灭我南越国 统治长沙和南越两国之地 自己立功 五年 五五公元前一百八十三年 春季 赵陀自称南越五帝 发兵进攻长沙国 打败几个县的守军之后离去 秋季 八月 淮阳王刘强去世 太后立胡关侯刘武为淮阳王 九月 蒸发河东郡和上党郡的骑兵 囤守北地郡 朝廷首次下令 实行数族 每年一轮换的制度 六年 几位 公元前一百八十二年 冬季 十月 太后 太后因为吕王吕家在生活上交字乱法废弃王位 十一月 太后改立吕肃王吕台的弟弟吕产为吕王 春季 星星白昼出现于天空 夏季 四月 丁佑 初三 大赦天下 太后封朱须侯刘张的弟弟刘兴居为东某侯 又召令他参与宫廷宿位 匈奴侵略敌道 进攻厄阳 朝廷下令 发行五分前 宣平侯张敖去世 赐氏号为鲁元王 七年 更深 公元前一百八十一年 冬季十二月 匈奴发兵进攻敌道 掳掠去两千多人 春季 正月 太后召赵幽王刘友进京 刘友娶吕家之女为王后 但是不爱她 而是爱其他妓妾 这位吕姓王后一怒之下离开赵国 向太后诬告 刘友说 赵王曾说 吕氏怎么能称王 在太后百年之后 我必定击灭吕氏 太后因此赵赵王 赵王留有道经 被安置于官邸中 见不到太后 太后令卫士包围其官邸 断绝饮食供应 赵国群臣又悄悄去给刘友 突送饮食的一律逮捕论罪 丁丁丑十八日 赵王留有饿死 按平民的礼仪 葬于长安城外的平民墓地 吉丑三十日 发生日食 白昼之时一片晦暗 太后很厌恶这次日食 对左右侍从说 这是因为我而发生的 二月太后改封梁王留辉为赵王 改封吕王吕铲铲为梁王 梁王吕铲并不到封国去 而在朝中做皇帝太傅 秋季七月顶四 太后立平昌侯刘太为己川王 吕之女是将军 迎明侯刘泽的妻子 刘泽是高祖的远之堂弟 其人前生为刘泽 向大业者张青说 太后封诸吕为王 诸位大臣并不全都心服 迎明侯刘泽 在刘氏宗氏中年令最长 如果您现在能向太后建议 封刘泽为王 那么吕氏受封为王的格局 就会更加稳定了 张青入宫报告太后 太后以为很有道理 就分割齐国的狼牙郡为诸侯国 封刘泽做了狼牙王 赵王刘徽自从被改封到赵地之后 心情郁郁不乐 太后把屡产的女儿配给刘徽为王后 王后左右从官都是屡士 善权干政 并暗地监视赵王言行 赵王不能自作主张 处处受制 赵王所宠爱的一个美姬 也被王后派人用毒酒毒死 六月 赵王刘徽无法克制悲愤而自杀 太后闻之此事 认为赵王因一妇人而亲戚 侍奉宗庙的大礼 不许他的后人继承赵国王位 这一时期朱吕把持朝政 朱须侯刘征年方二十身强力壮 对刘氏宗氏不能执掌政权 心怀不满 他曾经在后宫侍奉太后参加酒宴 太后令刘征为监酒官 刘征自己请求说 我本是将门之后 请太后允许我按军法监酒 太后回答可以 久憨之时 刘章请求吟唱一首耕田歌 太后准许 刘章吟唱道 深耕播种 诸句要书 不是同种 挥除铲除 太后知其歌中所指 漠然无语 一会儿参加宴席的诸旅中 有一人醉酒 避袭离去 刘章追上来 拔剑斩了此人 还抱太后说 有一人逃酒而走 我以军法将他除斩 太后其左右人等都大吃一惊 但因亦已同意他以军法兼酒 也就无法将他治罪 于是散动 从此之后 朱吕都很惧怕朱须侯刘章 即便是朝廷大臣也都要依重他 刘氏宗氏的势力由此而增强 陈平担忧诸旅 恨报自己又无力制止 恐怕大祸临头 曾独居境势 苦思对策 恰在此时 陆甲来访 未经通报 直入室中坐下 陈丞相正苦思冥想 敬畏察觉 陆甲说 丞相思虑何事啊 竟然如此的全神贯注 陈平说 先生猜测我思虑何事呢 陆甲说 您富贵无比 不会有什么欲望了 但是您却有忧虑 不外乎是担心诸旅 和皇上年幼罢了 陈平说 先生猜得对 此事应该怎么办呢 陆甲说 天下安 注一相 天下威 注一将 将与相关系和谐 世人就会归附 天下即使有重大变故 大权也不会被瓜分 安定国家的根本大计 就在你们二位文武大臣的掌握之中 我曾想对太尉将侯周博 说明这一厉害关系 将侯平素与我经常开玩笑 不会重视我的话 丞相为何不与太尉交好 密切联合呢 接着 陆甲为陈平谋划将来平定诸旅的几个关键问题 陈平采纳陆甲的计谋 用五百金黄金 为将侯周博祝寿 举办丰盛的宴席 太尉周博也以同样的礼节回报 陈平和周博互相紧密团结 屡是图谋 窜国的心器渐渐衰减 陈平送给陆甲一百个奴婢 五十乘车马 五百万钱作为饮食费 太后派使臣告知代王刘衡 准备改封他到赵国为王 代王谢绝了 自称怨守代帝边境 于是 太后封立其兄侄子吕禄为赵王 追尊吕禄的父亲 建成侯吕氏之为赵昭王 九月 燕王刘剑去世 刘剑本有美人所生一子 太后派人将其子杀死 燕国被废除 太后派遣龙律侯周灶 领兵进攻南越国 八年 新有 公元前一百八十年 冬季 十月 新丑 太后封立吕肃王之子 东平侯吕通为燕王 封吕通之地吕庄为东平侯 三月 太后参加了除恶的祭祀后还宫 途经指导 见到类似于灰狗的动物 猛扑太后夜窝 转眼间消失不再出现 太后令人占卜此事 回答说 这是赵王刘如意在闹鬼 从此 太后夜窝伤痛不止 太后因为外孙鲁王张衍年少孤弱 夏季四月 丁友 封张敖姬妾所生的二子张齿为新独侯 张寿为乐昌侯 以辅助鲁王张衍 太后又封中大业者张氏为建灵侯 以奖赏他从前劝大臣奏请锋利诸吕为王的功劳 长江汗水泛滥成灾 冲毁了一万多户百姓家园 秋季 七月 太后病重 于是下令任命赵王吕陆为上将军 统领北军 吕王吕铲 统领南军 太后告诫吕蝉吕鹿说 封利吕氏为王 大臣心中多不服 我就要去世 皇帝年幼 恐怕大臣们乘机向吕氏发难 你们务必要统帅进军 严守宫廷 千万不要为了送丧而清离种地 以免被人所致 心室 太后去世留下一诏 大赦天下 命吕王吕铲为相国 以吕陆之女为皇后 高后丧事处理完毕 朝廷改任左丞相沈义基为皇帝太傅 诸吕打算作乱 因惧怕大臣周伯冠英等人未敢贸然行事 诸须侯刘璋娶娶 娶吕鹿之女为妻 所以得知吕氏的阴谋 就暗中派人告知其兄 齐王刘湘 让齐王捅兵西征 诸须侯东某侯为他做内应 图谋诸楚吕氏 立齐王为皇帝 齐王就与他旧父四军 郎中令驻武 中卫魏伯暗中密谋发兵 齐向赵平反对举兵 8月 秉武26日 齐王准备派人杀国相赵平 赵平得知就发兵包围了王公 魏伯欺骗赵平说 齐王没有汉朝廷的发兵虎服 就要发兵这是违法的 您发兵包围了齐王本是对的 我请求为您带兵入宫 软禁齐王 赵平心以为真 让魏伯指挥军队 魏伯掌握统兵权之后 就命令包围向府 赵平自杀 于是齐王命四军为相 魏伯为将军 祝武为内力 蒸发齐国的全部兵员 齐王派祝武到东面的狼牙国 欺骗狼牙国刘泽说 吕氏在京中发动变乱 齐王发兵准备吸入关中 诸楚吕氏 齐王因为自己年轻 又不懂得军旅战争之势 自愿把整个齐国 听命于大王的指挥 大王您在高祖时 就以统兵为将 富有军事经验 请大王光临齐都林兹 与大王面商大事 狼牙王信以为真 迅速赶往林兹 去见齐王 齐王乘机扣留了狼牙王 并指令驻武 全部蒸发狼牙国的兵员 一并有自己统领 狼牙王对齐王说 大王是高皇帝的嫡长孙 应当立为皇帝 现在朝中大臣 对立谁为帝 犹豫不定 而我在刘氏宗室中年龄最大 大臣们本当等着 由我来决定 责立皇帝的大计 现在大王留我在此处 我无所作为 不如让我入关 既已立地之事 齐王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就准备了许多车辆 为狼牙王送行 狼牙王走后 齐王就出兵向西 攻击南国 齐王还质疏各诸侯国 隶属履室的罪状 表明自己起兵灭履的决心 向国旅蝉等人 闻讯齐王起兵 就派颖英侯冠英 统兵征伐 冠英率军 行至颖阳 与其部下记忆说 吕氏在关中手握重兵 图谋篡夺 流逝天下 自立为地 如果我们现在打败齐军 回报朝廷 这就增强了吕氏的力量 于是 冠英就在颖阳屯兵聚首 并派人告知齐王和诸侯 约定互相联合 静待吕氏发起变乱 即一同诸灭吕氏 齐王得知此意 就退兵到齐国的西部边界 待机而动 吕氏旅蝉想发起变乱 但内聚朝中将侯周伯 周虚侯刘彰等人 外怕齐国和楚国等宗室诸王的重兵 又恐手握兵权的冠英 背叛吕氏 打算等冠英所率汉军 与齐军交战之后再动手 所以犹豫不决 此时 几川王刘泰 淮阳王刘武 常山王刘朝 及鲁王张衍 都还年幼 没有就职于封地 就居住在长安 赵王吕陆 梁王吕产 分别统领南军和北军 都是吕氏一档 列侯群臣 没有人能自保安全 太尉将侯周伯 手中没有兵权 曲曲侯 利商年老有病 其子立即与吕陆交好 将侯就与丞相陈平 商定了一个计策 派人劫持了利商 让他儿子立即去欺骗吕陆说 高帝与吕后 共同安定天下 立刘氏九人为诸侯王 立吕氏三人为诸侯王 这都是经过朝廷大臣议定的 并已向天下诸侯公开宣布 诸侯都认为理应如此 现在太后驾崩 皇帝年幼 您身配赵王大印 不立即返回封国镇守 却出任上将率军 留在京师 必然会受到大臣和诸侯王的猜忌 你为何不交出将印 把兵权还给太尉 请梁王归还相国大印给朝廷 您二人与朝廷大臣蒙事后 各归封国呢 这样骑兵必会撤走 大臣也得以心安 您高真无忧的 去做方圆千里的一国之王 这是造福于子孙万代的事啊 又派人呢 把这个打算告知旅产及旅士长辈 有人反对 有人同意 计策犹豫未定 吕鹿信任立即 经常结伴外出游列 途中曾前往拜见其姑母吕 吕大怒说 你身为上将而轻易的离军游列 吕氏如今将无处容身了 吕把家中的朱玉宝器全拿出来 抛散在堂下说 不要为别人守着这些东西了 九月 更深清晨 行使御史大副职权的平阳侯曹 前来与向国旅产议事 郎中令假寿出使齐国返回 批评旅产说 大王不早些去封国 现在即便是想去还能够吗 假寿把冠英已与齐楚两国联合 与诛灭吕氏的事告诉了旅产 并且促旅产迅速入聚皇宫 设法自保 平阳侯曹听到了假寿的话 快马加鞭赶来向丞相和太尉报告 太尉想进入北军营垒 但被阻止不得入内 湘平侯济通负责典长皇帝福节 太尉便命令他迟节 伟称奉皇帝之命 允许太尉进入北军营垒 太尉又命令利济和典克刘杰 先去劝说屡路 皇帝指派太尉带行北军指挥职务 要您前去封国 立即交出将印 告辞复国 否则将有祸事发生 吕露认为 立即不会欺骗自己 就解下将军印寿 交给典克刘杰 并把北军交给太尉指挥 太尉进入北军时 吕露已经离去 太尉进入军门下令军中说 拥护吕氏的坦路右臂膀 拥护刘氏的坦路左臂膀 军中将士全部都坦路左臂膀 太尉带于是就这样取得了北军的指挥权 但是还有南军未被控制 丞相陈平 召来朱须侯刘章辅佐太尉 太尉令朱须侯坚守军门 又令平阳侯曹 告诉统领公门禁卫军的卫尉说 不许向国旅产进入殿门 旅产不知旅路已离开北军 进入卫阳宫准备作乱 旅产来到殿门前无法入内 在殿门外徘徊往来 平阳侯恐怕难以制止旅产入宫 策马告知太尉 太尉害怕未必能战胜朱旅 没敢公开宣称朱厨旅士 就对朱须侯说 立即入宫保卫皇帝 朱须侯请求派兵同往 太尉拨给他一千多士兵 朱须侯进入卫阳宫门 见到旅产正在停中 时近傍晚 朱须侯立即率兵向旅产冲击 旅产败走 天空狂风大作 因此旅产所在党羽清醒慌乱 都不敢接战搏斗 朱须侯等人追逐旅产 在郎中府的厕所中将旅产杀死 朱须侯已杀旅产 皇帝派业者持皇帝之节前来慰劳朱须侯 朱须侯要夺皇帝之节 业者不放手 朱须侯就与持节的业者共乘一车 凭着皇帝之节驱车及驰 斩长乐卫卫旅旅产使 势必返回 迟入北军报之太尉 太尉起立向朱须侯拜贺说 最令人担忧的就是旅产 现在旅产被杀天下一定 于是太尉派人分头逮捕所有吕氏男女 不论老小一律出战 新有不斩吕鹿将吕乱绑打死 派人杀燕王吕通 废除鲁王张掩 午晨十八日 改封几川王刘太尉良王 派朱须侯刘张去告知齐王 吕氏已被诛灭令齐罢兵 冠英驻扎颖阳 闻之魏博原先教所齐王举兵 便派人召魏博来见 加以责问 魏博回答说 家中失火的时候 哪有空闲时间 先请示长辈而后才灭火呢 随即退离一旁 两腿颤抖不止 吓得说不出话来 直到最后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为自己辩解 冠将军仔细审视魏博 笑着说 人说魏博无勇 其实不过是个狂妄而平庸的人罢了 能有什么作为呢 于是赦免魏博不加追究 冠英所统帅的军队也从颖阳撤回长安 安顾赞扬说 巧闻帝时天下人都批评立记出卖朋友 所谓出卖朋友是指建立忘义 至于立记呢 他的父亲本是汉士开国功臣 而且又被周伯等人挟持 立记的行为虽是朋友屡路被杀 却安定了国家 顾全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大义 还是可以的 诸位大臣暗地共同商量说 少帝和梁王 淮阳王 横山王 都不真是校会帝的儿子 当年吕后社稷 娶他人的儿子 杀死他们的生母 把他们收养在后宫中 令孝慧王任作儿子 立为继承人和诸侯王 用来加强吕氏的力量 现在吕氏已被灭族 但吕氏所立的人很快就要长大 等他们掌握实权 恐怕我们都要被灭族 不如从诸侯王中 另选最贤者立为皇帝 有人说 齐王是高地的长孙 可立他为帝 大臣们都说 吕氏正因为外戚强横 几乎危及皇帝宗庙 摧残功臣 现在齐王的舅舅四军 现在齐王的舅舅四军 为人报恶 好像戴着冠帽的老虎 假若立齐王为帝 四军一族就会成为第二个律师 代王是高地在世诸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为人人孝宽厚 太后博士一家 谨慎温良 历年长的本来就名正言顺 更何况 代王又以人孝而闻名于天下呢 于是 大臣们共同议定 拥立代王为帝 并暗地派人 召代王入京 代王就此征询 左右亲信大臣的意见 郎中令张吴等人说 汉庭大臣 都是当年高地开国时的大将 精通军事 多有诡诈奇迹 这些人的愿望 并不止于已有的权位 只是畏惧高地吕太后的颜威罢了 现在他们以诸厨诸吕 刚叠写京师 此来以迎接大王为名 实在不可轻信 希望大王自称有病 不要前去长安 静观政局变化 中尉宋昌却说 各位的意见都是错误的 当年秦失去了政权 诸侯豪杰 蜂拥而起 自以为可以得天下的人数以万计 但最后登上天子之位的是刘氏 天下人不敢再有称帝的奢望 这是第一条 高地分封子弟为诸侯王 封地犬牙交错 可以控制天下 这就是所谓宗族稳如磐石 天下人信服他的强大 这是第二条 汉朝建立之后 废除秦的科政 减省法令 推行德政 百姓安居乐业 很难动摇 这是第三条 以吕太后的威严 锋利吕氏三人为王 独掌大权 专制朝政 然而 太尉仅凭一个福节 进入北军一呼 军事全部左坦 拥立刘氏背叛诸吕 终于消灭了吕氏 刘氏的地位来源于天寿 不是靠人力争夺而得 现在即使大臣另有一谋 百姓也不会为其所用 他们的党羽难道能够统一吗 现在朝内有朱须侯 东某侯这样的宗室大臣 外面又畏惧 吴楚 淮阳 狼牙 齐带等强大的宗室诸国 大臣量必不敢另声他念 高帝诸子 现在只有淮南王与大王健在 大王又年长 天下人都知道您的贤胜人孝 所以大臣们顺应天下之心 要盈利大王为皇帝 大王不必财疑 代王禀报太后商议此事 忧郁未定 补问凶吉 得到了大恒的征兆 索德补辞说 恒县直贯多强壮 我做天王下起的事业 得到光大发扬 戴王说 我本来就是王了 又做什么王 占卜的人说 所谓天王是指天子 于是 戴王派戴后之地 伯赵前去召见将侯 将侯等人向伯赵详细说明 盈利代王为帝的本意 伯赵还报代王说 盈利之事是真实的 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代王就笑着对宋昌说 果然如您所说 代王于是命令宋昌 作为自己的陪陈 同车而行 张五等六人乘坐官府一车 一起随戴王到长安 行至高陵县 暂停休整 戴王命宋昌先驰入长安 观察动静 宋昌行至魏桥 丞相及以下百官都来迎接 宋昌回来报告 戴王驰车赶到魏桥 群臣跪拜尽见 俯首称臣 戴王下车还礼 太尉周伯进前说 希望与您单独谈话 宋昌回答说 您要说的 如果是公事就公开说 如果是私事 做王的人是没有私情的 太尉才跪下 呈上天子所专用的喜和福 戴王慈谢说 到戴国官邸再商量此事 运九月 喜友会 二十九日 戴王刘衡进入都城长安 住在长安的戴国官邸 朝廷群臣都护送到官邸 丞相陈平等人再次跪拜启奏说 刘红等人都不是校会帝的儿子 不应侍奉宗庙做天子 大王是高地的年长之子 应继承黄统 我们恭请大王登基做皇帝 戴王谦逊的按兵主的礼仪面向西辞谢了三次 又按君臣之仪面向南辞谢了两次 于是集皇帝位 群臣按朝见皇帝的礼仪和官制高低 排班势力 东谋侯刘兴居说 诸楚吕氏 我没有立功 请皇帝允许我前去清扫皇宫 他和太普汝英侯藤公夏侯英 一道进入皇宫 逼近少帝说 您不是刘氏后代 不应做皇帝 接着刘兴居转身命令 左右持几卫士放下兵器 退出皇宫 有几个卫士不愿放下兵器 患者令张氏告知情有 他们也随之放下了兵器 腾公夏侯英 命令用车子将少帝送出宫外 少帝问 你们要把我安置在何处啊 腾公说 让您住到皇宫外面 就把他安置到少府的官崖中 于是刘兴居和夏侯英 排列天子法驾 前来代王官邸 供应代王入宫 他们报告说 清理皇宫已毙 代王于当晚进入卫阳宫 有十位职己守卫端门的业者 祖兰说 天子居住在宫中 你是干什么的 竟要入宫 代王告知太尉周博 周博便前来预告业者 有关费力皇帝的事 十位业者都放下兵器离去 代王于是进入卫阳宫 当天夜里 代王就任命宋昌为卫将军 指挥南军和北军 任命张武为郎中令 负责管理殿中事务 有关机构分别派人在梁王 淮阳王 恒山王和少帝的住处 杀死他们 文帝返回魏阳宫前殿就座 当夜颁布诏书 大赦天下 中文子 贝责华宫前殿就座